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們在時間博物館 找到了我們的館長Kevin 繼續來跟我們分享 他有不同國家 不同年代的一些 關於時間的物件 那接下來我們也要看 什麼物件呢Kevin 哇 這看起來很有分量 很有年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我們 第一個鐘 對 因為在明朝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時間非常的重要 開始想要掌握時間 是 開始想要掌握 等到什麼時候想掌握呢 就等到清朝的時候 那時候覺得不行了 大軍壓盡 為什麼我們那麼落後 就是因為我們對時間的觀念 太低 太薄 所以在當時 在清朝同志那時候 同志年間 我們中文就發現不行 我們要有做 我們自己的時間 對 自己的鐘 對 所以這是當時 在清朝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 第一做的叫做 南京鐘 南京鐘 對 那為什麼叫南京鐘 那就是我們 當時清朝的時候 那為了要開始發展 製造鐘錶這個產業 所以在南京那邊設廠 所以做出來的 一產一的 是 就像我們現在說瑞士錶 沒有錯 南京鐘 對 他做工非常的細緻 當初你在哪裡哪裡 找到這間寶物的 那當然就是 這個在收藏寶物的過程中 其實當然中間就是 這個是富貴人家 家裡留下來 也壞掉了 擺在旁邊 是 那不知道該怎麼辦 怎麼處理 對 然後當時他們又知道 這個是貴重的 然後懂這些東西的人不多 所以當然我們有幸看到 就把它收下來 而且它是完全 就是我們中國人做的 完全是中國風 中國人製造的角度 而且這個美學 我們光看這個鐘 就好了 你看國外的鐘 上發條 都是在正面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所謂的 掛鐘 座鐘 立鐘 那個面盤上面都會有洞 是上發條的地方 會有一個洞 沒錯 你講對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中國人 設計出來的 還隱藏起來了是不是 對 沒有洞 為什麼 但是上發條怎麼辦 這哪兒呢 對啊 但在後面上就是這樣 我們要如何優雅的上發條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南京中 它有分三個地方 三個物件 所以其實它下面是可以旋轉的 這跟演唱會舞台的概念 是一樣的 沒錯 可以旋轉到後面 從後面上發條 明白 把不好看的地方 隱藏在後面 再來另外一點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那其實在當時清朝的時候 會用到這個鐘 當然是非富即貴的 一般人用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個鐘的特點是在哪兒 你看它有一個大秒針 有 那一般我看國外的鐘 基本上是沒有秒針 但是為什麼會有秒針 這個就是跟我們的成語 我們看到這個鐘 主要是要看看秒 我們要掌握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其實所有小細節的設計 都是有用意的 這個設計 這個雕件 這個也叫 那什麼叫暗八仙呢 八仙有每一個人都有它的寶物 它的法器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貝殼雕花 它把它的法器 都砍在這個鐘的周圍 原來是八仙手持 又可以避邪 又可以有祝福 都是寶物 你看 那當然再來看它的面盤 上面有顆什麼福啊 鹿啊 瘦啊 蝙蝠啊 這個是必祈祥寵物 是 這個可能 秦老闆會更加了解 我這邊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南京鐘 這個是在上世紀初 由 那為什麼是在南京呢 因為五口通商以後 南京就成為了各種紡織機械 因為紡織在過去那是 就像來IT產業一樣 跟晶片一樣 對 所以先到南京設機器局 所以很多機器都在南京 那我們來看 這個完全有中國元素 除了剛才我們的 Dr. Kevin講的這個 岸八仙啊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 中國式的雕刻以外 還有它的造型啊 它是一種 擦瓶型 擦瓶在文人雅士而言 它是書桌上不可或缺的東西 所以這個擦瓶式的 也是在這個全世界的 這個鐘的這個 這個錶的這個歷史上 也是佔有一席之地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純鐘果風 這我覺得這個鐘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得 而且這個鐘會在您的手上 那是一個緣分 緣分 是不是 所以它就不是錢的問題 沒錯 這個是緣分的問題 非常的難得 Kevin 你這個南京鐘 還有芝麻鏈的這個裝置喔 秦老闆果然是內行的 最早腳踏車的變速器 在沒有腳踏車的年代 它已經是裝在鐘裡面了 是 芝麻鏈也能夠用在 我們現在的鐘表裡 還能轉動 那就更緊密 更緊密 那就更緊密了 那為什麼要用芝麻鏈 為什麼要變速器 是因為發條轉緊的時候 會把鐘拉壞 力量太大了 所以為了要把這個力量縮小 所以在拉緊的時候 它是在拉最小的齒輪軸鏡 讓這個力量變小 拉到最後 這個發條沒有力 那沒有力了怎麼辦 所以拉最大的軸鏡 讓這個力量增大 這有點那種變速的概念 變速的概念 所以沒有想到一個鐘這裡頭 這麼多秘密對不對 那看完這個南京鐘呢 我知道其實Kevin 還有一些小物件的收藏 對不對 也跟這個中國歷史很有關係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首先我們來看到 其實我們中華文化的時間 跟國外外國人真的用的時間 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我們時間是用 所以其實我們一個時程是兩個小時 不是一個小時 分爭走一圈是兩個小時 一百二十分鐘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中華的時間 屬於我們中國人才看得懂的 對 我們中國人才看得懂的 所以它上面有十層 有正一刻 正二刻 正三刻 一刻是十五分 那當然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我們大家可以看說 這個懷錶好像醜醜的 怎麼黑黑的 在當時 我們喜歡醇醜 更勝過於金子 是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整個都是醇醜打造的 那當然也可以看出 中國人的低調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平常當時 日常在用的東西 那當時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日常在用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不齊業 其實它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雞心就是當時著名的 裡面很精采 很精細 裡面非常的精緻 是 所以不要看它 表面看起來是這樣 厲害的都藏在裡面 是 更特別的是什麼 是... 當時因為會使用懷錶的 非腹即軌 對 可是你手上鍊 手上發條 不小心太大力 就會把它上斷 沒錯... 所以早在兩百年前的懷錶 就有做 當時在上面就有做防角斷 是... 所以又是手工又防角斷 所以雖然它看起來不熄眼 但是裡面做得非常的漂亮 這個算是在... 因為這個是中國照 那中國照的表可以造成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相當了不起 相當了不起 因為我的印象還沒有中國照 這麼漂亮的東西 是... 祕密在裡頭 所以我還有看到有一個 這個就很繽紛 色彩非常漂亮 這個就很... 看起來這是髮廊 右下採就是做得很漂亮 當時在清朝的時候 我們被迫開放通商口岸 那當然這些外商 這些外國人 就是很想來中國做生意 所以他就把廣州通商口岸 畫在懷錶上面 進貢給皇室 他就是希望我能來做生意 麻煩你給我一個洋行的證照 所以當時有廣州十三行 這個名稱 是... 所以從這個錶上面 我們就可以感覺到 他的歷史背景 那當然他進貢給我們的皇室 這一定不能馬虎的 那不管他是用那個 各種不同的髮廊的工藝 全部都在上面 當初在哪裡發現 這一間保護的 當初是這樣 剛好我一個客人 他說他是 我聽都聽不懂什麼 叫正皇旗 這可能等一下要請問一下 是... 請老闆 那當然就是皇室的後代 對 他...當然這個東西 這個一定是他從祖先 不知道第幾代 是很寶貝留到現在 但是他就是要移民 那這些東西對他來講 他知道這個非常的珍貴 是 但是他又不敢 又找不到人 怎麼樣可以出手 那剛好我們有遇到這個機會 所以就是 才拿得到這樣的東西 收下來了 是... 等於皇室後代流傳下來的 皇室後代流傳下來的 好... 那接下來這一屆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平常在 在那個電影裡頭 看到他們在看歌劇 遠距離那些時候 有沒有 要放在... 公主夜未眠 看一下公主的表情 是... 來 這一件... 那其實在清朝的時候 那當時... 這個就像是當時的黑金剛 是 這個拿到這個來看歌劇 或是看歌仔戲的時候 對... 看舞台戲的時候 拿這個鏡子出來 那個身分地位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而且這個... 拿這個也必須坐在 VIP的包廂裡 頭藥攤出來包廂 讓大家知道 那這個是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很精緻的 很精緻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望遠鏡的鏡身 鏡背 跟它的調整焦距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珠母背 下去拼貼製作而成 所以做得非常的精緻 是... 看歌劇非用這一支不可 非用這一支不可 對 就好像我們以前拿大哥大 一定要唯唯唯 那個歧視的感覺 你看你收這麼多鐘錶 怎麼就突然拿了這一支豬 來跟我們分享 它對你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意義 其實我們會... 我覺得除了時間之外 我們如何要看遠 我們的眼光要看遠 要看得清楚 就像我講的 我就是會玩這些東西 是因為我GIA的研究保釋 學院畢業 什麼事情一定要用放大鏡 要用顯微鏡下去檢視 你看到的世界會完全不一樣 這應該是女生 男生應該是不用 這是女生... 女生用的寬 女生這樣看 本來是要看那個公主 葉未眠的公主 他要看 其實觀眾席的女生也滿漂亮 這樣 一盡多用的概念 這次見到百年巨型南京中 有著太多的驚奇 這個身強體壯的古老大宗 不僅搭載著芝麻鏈傳動系統 被殼叼成八仙過海的髮器 仔仔細細砍在南京中的鮮明處 不僅看到巧奪天工 細緻工藝 還增添不少神秘的傳奇感受 另外 以天干地支為單位的中國懷錶 進貢皇室時所使用的彩繪懷錶 還有當時上流社會在看戲曲時 所使用的百年歌劇境 看到這些獨一無二的珍寶 讓我刹那間 宛如回到清朝的中國社會 仔仔細細體會到當時生活版態 實在久久無法忘懷 所以你看從南京中 然後一直到了懷錶 我們中國的舊治的時間 然後一直到望遠鏡 今天這個單元也非常的精采 可是我總覺得還是聽不夠 應該Kevin還有很多保衛 要跟我們分享對不對 我們賣個關子 我們下回來分享好不好 下回來分享 用聽 時間用聽的 對 用聽的 好 我們期待Kevin帶來 很精采的 要帶手帕 還得帶手帕 因為你聽了以後 你的眼淚就掉下來 太期待了 好 謝謝Kevin 謝謝 謝謝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